独处之美 作者梭罗 在这美妙的黄昏 我的身心融为一体 大自然的一切 有险地与我相宜 夜幕降临了 风儿依然在林中呼啸 水仍在攀打着暗滴 一些声铃唱起了 动听的催眠曲 伴随黑夜而来的 并非寂静 猛兽在追寻猎物 这些大自然的耕夫 使得生机勃勃的白昼 不曾间断 我的近林远在一英里开外 举目四望 不见一片防水 只有距我半英里地的 黑暗的山峰 四周的丛林围起一块 属于我的天地 远方临近水塘的一条铁路线 依稀可变 只是绝大部分时间 这条铁路像是建在 莽园之上 少有车步 这儿更像是在亚洲和非洲 而不是在新英格兰 我独享太阳 月亮和星星 还有我那小小的天地 然而 我常常发现 在任何自然之物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天真无邪 令人鼓舞的伙伴 对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人们来说 永远没有绝望的时候 我生活中的一些最愉快的时光 莫过于春秋时日 烟雨连绵 独守空房的时刻 人们常常问我 你一个人住在那儿一定很孤独 很想见见人吧 特别是在雨雪天里 我真想问他们 我们烂以生存的地球 不也是宇宙中的一夜小舟吗 我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 我们的地球 不是在银河系之中吗 将人与人分开 并使其孤独的空间又是什么 我觉得 使两颗心更加亲近的 不是双腿 试问 我们最喜欢逗留何处 当然不是邮局 不是酒吧 不是学校 更非富时商店 纵使这些场所 使人摩肩接种 我们不愿住在人多之处 而喜欢与自然为伍 与我们生命的不结源泉接近 我觉得 经常独处 使人身心健康 与人为伴 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相处 也会很快使人厌倦 我好独处 迄今 我尚未找到一个伙伴 能有独处那样 令我感到亲切 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 随置身于滚滚人流之中 却常常比独处家中 更绝孤独 孤独不能以 人与人空间距离来度量 一个真正的勤勉的学生 随置身于拥挤不堪的教室之中 也能像在沙漠中的掩饰一样 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整天在地里除草 或在林中伐木的农夫 随之孤身一人 却并不感到孤独 这是因为 他的身心均有所属 但一旦回到家里 他不会继续独处一方 而必定与家人邻居聚在一起 以补偿所谓一天的寂寞 于是 他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怎么能整天整夜地 单独坐在房子里 而不感到厌倦与沮丧 他没能意识到 学生尽管坐在屋里 却像他在田野中除草 在森林中伐木一样 社会已远远背离社会 一词的基本意义 尽管我们接触频繁 但却没有时间 从对方身上 发现新的价值 我们不得不恪守一套 条条框框 即所谓礼节与礼貌 才能使这频繁的接触 不至于变得不能容忍 而诉诸武力 在游局中 在客栈里 在黑暗的篝火旁 我们到处相逢 我们挤在一起 互相妨碍 彼此设障 长此以往 怎能做到相敬如宾呢 毫无疑问 相互接触的减少 绝不会影响 我们之间的重要交流 假如 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只住一个人 就像我现在这样 那将更好 人的价值不在其表面 我们需要的是深刻的了解 而非频繁 却浅薄的接触 曾据漏事 以物为伴 独享贤情 由当清晨 无人来访之时 我想这样来比喻 也许能使人 对我的生活 略知一般 我不比那 溪水湖中的鸭子 霍瓦尔登湖 本身更孤独 而那湖水 又何以为伴呢 我好比 茫茫草原上的 一颗蒲公英 好比一片豆叶 一只苍蝇 一只大黄蜂 我们都不感到孤独 我好比一条小溪 或那一颗北极星 好比那难来的风 四月的雨 一月的霜 或那新距离的 第一只蜘蛛 我们都不知道孤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